科技企业在硅谷创业有成功也有失败 日前 3D耳机新创公司OSIC 在莫到590万美元之后 突然在官网上宣布开发计划流产 让投资者们血本无归 根据OSIC的官方声明 因为面临VR技术瓶颈 导致该款耳机量产遭遇困难 公司称称员工甚至自掏药包 以及无薪酬的投入产品制造 都难以解决眼前问题 同时 该公司目前在产品量产上 上面临2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 自2017年初 该公司便在群目网站上 获得超过22000笔的订单 每副耳机要价999美元 其中 在Kickstarter上募集了270万美元 在Indiegogo上募集了320万美元 该款3D耳机宣称在VR的情境下 可以拥有绝佳的3D立体音效 OXIC宣称今年将迈入量产阶段 然而最终仅生产出250副耳机 也只有约80名赞助者 收到当时预定的耳机 近年 群众募资网站 如Kickstarter等未然成风 消费者可透过赞助新创企业的方式 获取他们的产品 当然 这样的赞助机制 并不能保证新创产品一定能成真 目前 亦有1200名 OXIC的赞助者在脸书联署 表示将对该公司提起法律诉讼 新台人记者曹景哲综合报道